素顏出街,撞到仆街前度 對於我來說,我沒所謂 因為其實我的仆街前度已經見過不化妝,肯定 喂,你這個轉句說話說 我們兩個沒見過我們素顏的意思 我沒有這個意思 是在外國的 在街頭上,我經過下雨 剛巧她就在店鋪跟一個新的女生 很漂亮的 然後下雨,我剛巧露大姐,膠袋著頭 我反過來問,如果無緣無故在床上 大家突然說你叫錯了對方的名字 我會很內疚 你會很內疚嗎? 不會啊 你會不會跪在那裡? 我不會,但我會哭 前夾落,前夾落 說前夾落 然後她說她還要別人都沒哭 她說她會哭 因為她會內疚到哭 歡迎來到 私打慧露 客頭,今天我們可以休息一下 絕對同意 我今天不會當自己是嘉賓 因為我們今天的嘉賓 根本就是一個主持 除了講飲、講食 最近也說了購物 我們歡迎 娟姐 哈囉,大家好 又不要這樣說 始終這是你們的主場 我也是想來 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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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飲 那乾杯吧 耶 耶 很開心和娟姐聊天 嗯 我覺得今集的主題 是很適合我們說的 是 女人原地爆炸的原因 會不會有些事情 一撻你即著 其實你的性格 這麼爽 我想不到有些什麼 是可以秒速 令到你會發猛疾 我想了很久 有些什麼可以令我很生氣 我想過了 因為我比較爽 所以如果一些很爽 我問了你一條很直接的問題 你只要答yes or no 但你不答我yes or no 你回答其他很多 即是發脾氣 不關事的問題 我就很敏感 即是你直接回答我便可以 我很討厭 很邪惡 很扭靈的人 即是回答了好像沒有回答 對 即是不知道做什麼 浪費了時間 或者帶你從花園 是的 yes or no 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這樣會令我很生氣 而且男人是這樣 通常男人都是這樣 我覺得女人是比較直接 我覺得真心 在這方面 不知道為什麼 死都不肯答yes or no 可能 繼續好敏 敏啊 女人的青春是有限的 所以千萬不要浪費女人的青春時間 OK 沒錯 我們的時間真的很貴 是的 那你會不會有些日子特別敏感 當然是女士最不方便的日子特別敏感 事前開始敏感 事前是什麼意思 始終又敏 事後又敏感 即是在不方便的日子 我其實是不知道 因為我是不定時的 然後我是事前 感覺到自己 咦 這幾天很特別敏感 應該差不多 那你不是前七後七 那你不是整個月都很敏感 整班東西 我又被她七天 但那幾天是特別 情緒化些 或者是很容易 就會有些東西很不 猛猛的 但那幾天 我會 怎麼說呢 我會特別不舒服 因為我會身體上真的不舒服 令到我會容易嗅 即是我是會嚴重M痛的人 所以我是身體上的不舒服 令到我情緒上會容易嗅 我有朋友是試過來M來到醫院 是的 痛到入醫院那些 那時候在讀書的時候是我送她過去 那我就覺得 我見證著女人真的痛 但我明明也是女人 但我人生很幸運的 我沒有試過有這些不舒服的 身體上 我到現在都挺嚴重的 第一、二天都 即是未到入醫院的 但我第一、二天都要在床 但有時候 那個感覺是怎樣 很辛苦 即是你會感覺到有一個 一拋東西在那個位置 然後我要抱著熱水袋 但有時候沒有辦法你開工 我試過上一、兩次我只要開工 我只要抱著熱水袋開工 這麼棒? 即是在拍攝的時候我就放下 但一關機我就立刻抱著 亂了 是的 其實除了period之外 我覺得我們女生有很多時候都會不舒服 尤其是我們私密處 尿導炎、唸豬菌的時候發生特別痛苦 尤其是天氣潮濕的時候 即是人都很瘋狂 其實香港大部分 即是九成的女生 一生人至少會有一次唸豬菌 或者陰導炎 其實都有一些很常見的婦女病之一 我們今集是由Proven女士專用益生菌贊助播出的 我們剛才也有說 即是我們私密處有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不舒服的情況出現 但有很多女生都會覺得 其實是否我污髒 又或者是我不夠乾淨才會有臉豬菌 或者會有尿導炎出現 其實是一個誤解 等一下 我想說我就是其中一個女生曾經有這樣的誤解 所以我一直剛才的陰陰嘴笑 原來是這麼傻的 其實你知道香港的天氣都很潮濕 而且有時女生都喜歡穿很緊身的褲 其實褲不夠透氣 也會令下體會有一些分泌物 會有些灼熱 或者有些痕癢 都會令到有些尷尬和辛苦的情況出現 但真的沒有想過原來天氣潮濕的關係 因為其實很正常照字面解 如果你在敏感的地方 如果有細菌 一定是因為你的身體髒 或者你的內分泌物髒 才會令到她發炎 但原來我剛剛才收到這樣的資訊 潮濕也關我 天氣潮濕也關我 還有尿導炎或者念珠菌 其實是非常容易翻發的 所以你說天氣潮濕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還有我以前也試過尿導炎 不過我試過一兩次 那個感覺 你好像你柔療的時候 有一個針在刺你 有些針 所以每一次你去廁所都會戰戰兢兢 你寧願忍著忍著不去 但如果你有尿導炎的話 你又會尿頻 所以這件事是無可避免的 但其實如果越忍 又越容易有尿導炎 是嗎?原來這樣我會尿導炎 其實是不好的 忍尿 都會有尿導炎 忍尿都會有尿導炎 所以忍尿是不好的 知道 大家不用但我擔心我現在沒事了 大家好像很驚慌 我最近又試一新菌的產品 我試完之後 其實我有很多地方都改善了很多 因為我本身自己有少許便秘問題 我吃完之後 長度暢順很多 那我吃得順 吃得順 人都精神爽利 然後皮膚也不容易敏感 而我最開心的是什麼呢? 就是period的時候 period的時候 我以前很多時候會很不舒服很痛 又或者很癢 或者有些味道比較濃烈 用完這個產品之後 我發現所有問題都真的解決 最解決得多就是不會再那麼癢 其實都是感謝我的閨蜜 因為它是推嫁給我的 我試完之後就覺得很開心 但其實它呢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它真的很厲害 因為它有嚴重的尿導炎問題 是困擾了它好幾年 怎樣嚴重? 什麼叫嚴重尿導炎? 其實它已經是幾年了 尿導炎幾年 也有看醫生 幾年的尿導炎 想起都覺得很恐怖 每天去廁所都很不舒服 當它回發的時候就會很痛 它也跟我說過 不要緊… 當我什麼時候 很痛… 我問你怎麼了? 是呀…我尿導炎不回發 它就會痛到… 走又痛… 你睡著又痛… 怎樣也痛… 尤其是… 尿那一刻是最痛的 好像閃電一樣 閃電那一刻 其實女生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覺得這個產品 也能幫助很多不同的女生 那這一盒東西 可以解決這一類問題嗎? 這隻益生菌 可以幫助我們 補充到額外的益生菌 可以改善到惡菌的問題 還有它有維他命B6 我們在期間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容易發敏症 這個很重要 可以即時舒緩你的心情 大佬 而且如果你在期間 會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你可以立刻舒緩 最得益的就是男朋友 另一半 家人也會的 所有人 包括自己 女生少點發脾氣 大家都會開心 這是一個好的禮物去送 對呀 這份禮物會贏的 我最擔心是 會不會有副作用 因為我有朋友 他也試過有尿道炎 他試過失藥 或者吃抗生素 最後可能會有皮膚敏感 甚至會會肚餓 絕對不會 原因是因為 這種醫生菌 是提供額外補充醫生菌給我們 所以絕對不會有副作用 那究竟要怎樣吃法 如果你的私密處 會有不舒服的時候 你立刻趴兩顆 就會很快舒緩 有時候 尿道炎和臉珠菌 都會很容易翻發 如果我們想預防的話 每天吃一顆 長期補充的話 你的免疫力 和皮膚都會好很多 便秘都會解決到 便秘都會解決到 我們回到今集 斯德維盧的主題 就是女人原地爆炸的原因 娟姐在這裡這麼好玩 這麼玩得 我們當然要找些好玩的方法 有玩版 有玩數版 沒錯 這裡有一堆 女人原地爆炸就是原因的小紫仔 由一級數到十級 一級是最薄 薄 然後就看看 我們 哪些會一句 撻著我們 一撻即薄 不是 一撻即薄 但不關另一半事 不一定 是廣的 什麼都可以令我們 生日所睡 遇到一些可以令你馬上發瘋的原因 對 有一個原因是這樣的 看看娟姐你說不可以 會不會令你核爆 就是 就是 在街上有個英俊圖人 通知你沒有拉褲鏈 但是為什麼會磅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照讀 是嗎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會磅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覺得現在很磅 為什麼這個會是這樣的 我現在很磅 我想如果情況是這樣的 我就說麻煩 然後拉回去 然後走 沒有了 我試過很最近 就是我在買東西 然後我看到一個女人 她沒有拉褲鏈 然後我就說 小姐小姐 你拉褲鏈 這樣 那她沒有磅 沒有了 她多謝都來不及了 所以為什麼會磅 不知道 你看像陳派宇 她唱一唱歌都沒有拉褲鏈 你拉回去 沒事 多大方 都沒有磅 都沒有磅 我覺得她說 家裡有個俊男圖人 是俊男圖人 是俊男圖人 告訴你小姐 你沒有拉褲鏈 就很帥 這樣就不會磅 但如果她說 喂小姐 你男生 小姐 你沒有拉褲鏈 你會不會磅 這是人的問題 我覺得也是她很深 她不告訴你 其實你會不斷地 看到你沒有拉褲鏈 我會多謝她這麼好心 我想她不是我們厚臉皮 薄皮的女生會覺得 好肉酸 好失禮人 然後就會滿臉偷紅 然後跑走 我現在想想 我們三個都比較臉皮猴 應該 我就會拉回去 是不是這樣 為什麼 我覺得反而 我會多謝她 可能她自己在想 我會不會跟她說 可能她會很尷尬 但我不跟她說 她就會被很多人看到 都真的 我都會說這些人 有些人怕她尷尬會不說 你會不會說 但其實我說之前 我都會怕 她介意 她介意 但我覺得我不說 很多人看到她 她之後她可能更尷尬 然後就是 請上司吃飯 埋單的時候 發現你沒有一張卡 是錄到的 你幫不幫 真的很沒面子 是吧 少少 但你會幫誰 其實是幫她 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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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會不會幫她 立刻給錢 會不會生氣的 那一刻很生氣 因為那怎麼辦 你最後要請別人吃飯 最後要請別人吃飯 最後要請別人請你 我會覺得 是殘忍 是 是 殘忍 會殘忍 但又未必會爆炸 我明白 我會問她 可不可以先付錢 我先付錢 我都會付錢 你說到她付錢 我不會再付錢 我都會付錢 但又不會至於很生氣 你會不會呢 有些尷尬 是尷尬 是尷尬 因為始終都是上司 我請了她吃飯 我待會吃一頓好的 可能我都帶不夠錢 否則我都不會錄卡 但我沒有一張卡錄到 我發生什麼時候 他其實為什麼 這麼多一張卡 那可能未必有 我關我的事 可能就是她的卡機有問題 都不重要 但你會不會心情 你會不會爆炸 我怕有時我會心急 其實為什麼會爆炸 是因為我心急 可能有時會爆炸 收銀那個 真的嗎 不會的 例如說 你這卡機怎麼搞 那怎麼辦 那現在誰付 這一餐誰付 是否要我和上司談 所以我會懶惰 我想我會懶惰 所以你也會爆炸 懶惰 第九位 第九位 剛才兩位都是尷尬 尷尬多的情況 看你有沒有令到我們真的磅 好 再說幾條都是這樣 就真的磅 好 那我們就磅Johnny 對 好 接著這個原因就是 第三個 難得穿了一條白色的漂亮裙 突然間 M到弄髒了 OMG 其實這些都是磅自己 還是磅的天 磅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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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平白蛙 磅的天 我真的不明白 磅 其實怎樣可以 反而有一件事 我會磅的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好日都真的不穿一件白色的衣服 戴一穿白色的衣服 美麗的 吃東西肯定會彈到汁 其實一定不會的 不知道為什麼這件事很宿命 但我現在欣然接受這件事了 所以呢 你穿黑色了 不是啊 所以你永遠就要戴那支筆筆 有 那支筆我有的 再不是 我看到別人吃東西的時候 會拿一個外套 然後這樣吃 或者有一個餐巾 那些BB的樣子 甚至因為你已經髒了很多次 到你再髒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 都猜到 我也猜到自己一定會弄髒 所以 都很欣然接受這件事 所以你會知道怎樣去應對 你會彈到自己的心態 那就沒那麼容易爆炸 是啊 所以那支筆是很有用的 也不是會很薄 不如第八位吧 我們現在倒數磅 什麼玩法 倒數磅 倒數磅 跟男友親熱賣牙之際 對方的電話突然響 然後跟朋友在這裡說話 我這個呢 我有個故事可以分享的 話說我從前有個男朋友 然後呢 我就跟他剛剛 熱戀舞 然後就過第一個情人節 他有個朋友 就很不識趣地 在情人節 我們在吃晚餐的時候 打電話給他 然後就不知道 說自己跟女朋友 吵架還是什麼 總而言之不關我的事 然後就叫我男朋友去陪他 他知道我男朋友 是陪他女朋友 我會覺得通氣 會做的人 他不會去做這個決定 而我男朋友也 朋友朋友 然後就立即透走了 他去了 不好意思啊 我要找我的朋友 他女朋友失戀了 他真的離開了嗎 真的離開了 那你有沒有離開了 我當然離開了 離開了 這個離開了 我想過了 原來呢 所有是關於另一半的 我會比較容易離開了 其他這些生活所謂事 我都覺得我處置太遠了 你不離開了嗎 如果你跟你吃飯 一定會 但你要知道 是罵分手 不是說 如果他突然間有急事入醫院 我可以理解 但他跟女朋友罵分手 好像女生一樣 要我男朋友去陪他 然後我男朋友就一秒離開了 不好意思 那個朋友是他的兄弟 那也好 不是那個女生 女生是立即分手 一秒分手 原地分手 即是他沒有分手 只是女生分手 對 一秒分手 一秒分手 很浪費了 我曾經試過 我真的不太能接受 是在乎內容是甚麼 即是他聽過電話 我現在是江湖救急 其實你都情有可原 即是你都說了無聊 我不知道無聊到甚麼極地 但不可以 是嗎 我覺得而已 如果是無聊的話 無聊到極致 是不尊重 待會再說 不行嗎 是 對 你和男朋友的身 即是你和男朋友的身 說公司被一個孝婆同事欺負自己 嗯 那我男朋友聽完之後 竟然說 讚對方漂亮嗎 如果對方真的漂亮 我覺得可以說這個客觀事實 而不是我和你生緣 我和他有些職場上的欺凌之後 然後你讚漂亮 那這個男朋友是不會吵的 但首先 其實他無端端 即是說的是被他欺負 但他無端稱讚他漂亮 他是說一些 九五答八道 我明白了 我在男生的角度 可能他只是想轉移視線 但問題是視線轉移得更加波河 就是你竟然再讚那個女生漂亮 我已經不喜歡他 我已經和他 已經老老老的交了 即是你還說 但他多漂亮 但他多漂亮 So what 即是男生有時 他是希望 男生很喜歡 給Logical 的一些回應 其實很多時候 我現在常常上網 看那些 男和女他們應該怎樣去 聊天 其實可能有時女生那一刻 他只不過是希望男友 附和他 或者是 去同情他的感受 但這個 不是一個實質的意見 那個漂亮 和那個欺負 甚至可能 我再想深一層 他都沒有認真聽你說話 喂我被他欺負 但他漂亮 但他也挺漂亮 那些狗不答白 No cannot 你覺得呢 第幾位 孫姐你決定 就這樣 就這樣 待會再轉 好了 接下來就看看這個原因 懷疑男朋友出軌 罵分手的時候 父母竟然間 幫口叫伏合 還指責 因為我平時 刁蠻任性 男友才會一時被誘惑 即突然間 明明出軌那個 已經是不對 但父母就反而是 罵自己 說自己 任性的性格 但不要好管著男朋友 即是你的父母 你的男朋友出軌 我也有朋友 然後你的父母 還叫你原諒他 因為 說是你任性 因為那個父母 我那個女生的父母 是覺得那個男生是順盤 對 通常就是這樣 然後就覺得 如果這個離開之後 你找不回 就會幫那個男生 說很多幫口說話 所以真的會有 女生的父母 這樣說自己 平時刁蠻 你原諒他 他都是錯男人 一萬個男人會錯的 那些事情 我想 我代入不了 但我作為朋友 當時聽到這個故事 我都覺得 我不解 我作為一個 我沒有這個經歷 但我這樣看這件事 我都覺得很難接受 你作為一個父母 其實 對的 可能父母 你永遠都會想 你自己的女兒 有一個好的季宿 但其實如果 就算他的條件 硬好 他會出軌 其實這個已經不是 一個好的條件 條件不只是說 你有多有錢 或者是 你讀過什麼書 或者你社會什麼地位 其實你人格 都是一個條件 對的 他會超級不開心 對的 如果發生這件事 對的 不是生氣 不是生氣 是失望 我還要回到我男朋友 你還要怪責我 所以我覺得他不是磅 反而可能是失望 對的 這個不是磅的原因 不入磅 不入磅 如果出街 撞到仆街前 會生氣 會生氣 為何不化妝下街 不是 真的 你應該是生氣自己 因為 永遠都是 你越素顏 越不化妝下街 你真的會越撞到宿人 我真的 萬事萬事 所以無論如何 我怎樣都會化少少 才會出街 現在目前為止 所以我直了眼睫毛 我弄了眉 我弄了很多事情 就是為 預防我素顏 你能看到前男人 我純粹是因為 你見到粉絲也不好 我純粹是因為 我有時 要經常做事的時候 最快可以 搞定 所以直了眼睫毛 和聞了味 很方便 但如果讓你掃眼 出街 看到你以前 其實現在 你極硬掃眼 你也有了 所以沒問題 如果聽你們這樣說 我可不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要做很多事情 才可以到街 對 又不是的 我又沒有眼睫毛 又沒有紋尾 又沒有blotox 又沒有其他 所以這個其實 你戴上眼睫毛 你會怎樣 對 你會怎樣掃眼出街 因為我們兩個 對於我來說 我沒有所謂 因為其實 我一向都真的掃眼出街 我不是很不化妝的人 對 我也見過過幾次 而且我那個仆街 前度已經見過我 不化妝 肯定 哈哈 喂 你這個轉句說話 我們兩個沒見過我們掃眼 那是甚麼意思 我沒有這個意思 你自己對我又做不關我 你瘋 你瘋 你小心說話 你瘋 我知道怎樣我會瘋 怎樣 他已經有一個很漂亮的女朋友 在旁邊 在旁邊 我試過 但不是掃眼 是樣子 是怎樣 試分享 不是 剛好是去了 剛好 還要是在外國 然後是在街頭 我經過下雨 剛好他就在店裡 跟一個新的女生 很漂亮 然後下雨 然後我剛好沒有大姐 我把膠袋扯著頭 你拿膠袋扯著頭 你肯定 不是扯著頭 是拿紙袋 那些紙袋 是這樣的 好像翻了髮 有沒有手扣 不是 紙袋有沒有兩個洞 不是這樣扯著 不是這樣扯著 是這樣扯著 這樣扯著 扯著 扯著 OK 做了 很傳神 然後這樣 為何有個熟口面的樣子 然後那一刻 我的腦袋是十萬個粗口 在腦袋經過 OK 重要就是 很狼狽 很狼狽 剛好那一天 你用了一個不防水的 蜘蛛 或者眼線 我這樣也沒有 沒有 但那一刻很癢 因為 首先我先看到男生 妝化了 都沒有那麼尷尬 然後我拿著紙袋 然後她看到我那一刻 她說 你需要不要把傘 然後她說這句話的時候 後面的女生就走出來了 然後我說 不用了 然後我跑走了 喔 是 磅磅磅磅 沒有說磅磅 但是很尷尬 那我們不如貼第十位 第十位那個撕走 撕走她是正頭褲 是嗎 這個什麼沒有拉褲鏈 不知道做什麼 好 接著 Oh no 這個沒辦法了 娟姐第一位 男朋友在床上叫錯你的名字 哈哈 我試過的 但不是在床上 你試過 我試過 我剛才 剛才咪喉她有問過 我有問她 我說 然後 男朋友叫錯你的名字 然後我就說 很普遍而已 很普遍 不 先聽聽 我覺得很普遍的意思是 其實真的我身邊 我問十個女生 其實也有八個 試過被男朋友叫錯名字 你怎麼沒試過 她叫你中文還是英文 不是她叫你不定愛女生的名字 是啊 你也會有這個反應 Suzanna 隨便吧 我無論如何 我不知道她叫什麼 但我沒有太 我沒有… 你沒試過嗎 一來我真是精乾 我沒試過 二來我很少聽過 對 糟了 是不是物以類罪 我身邊都是十個朋友 有八個都試過 是嗎 我突然聽過一個 就是有個男生 他是單身的 是 本身拍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後來就散了 他正在追求女生 然後我朋友 有很多女生朋友 突然間 就是一個朋友 喂 阿B幫我 阿B 就是你無緣無故叫了一個阿B 然後我們就說 喂 誰叫阿B 然後他們的朋友就說 這個男生 所有女朋友 都叫阿B 都叫阿B 這個OK 我也是這樣 所以他不會叫錯 BB 你BB 對 以前 每個就是阿BB 我不會每個都是 那個 不會叫BB 你會叫名字 不是 所以曾經有過那些名字 我不會再用那個名字 你用一個BB 下一個男朋友 叫珠珠 珠珠都用完 就要唔唔 這樣 很忙啊 這樣唔唔用完之後 就叫 Lulu 這樣 那就更容易記錯名 那你不會記錯名字 你不會記錯就行了 你 你移動了 那你那個人不會 我想可能是 有些人 有些人不拍拖會死 他那個 那個拖和拖的中間 那個摺旗 是比較近 他可能一時之間 你知道了 可能叫了三年 突然之間 叫錯了 我覺得這個絕對 那你當時是甚麼反應 他叫了你的名字 你是怎樣 你再說一次 你再說一次 阿娟 不 然後你馬上再說 對了 剛才 就這樣 我就完了 因為你爆他 是不會爆的 但他以後知未到 不是你那一刻爆 你那一刻爆他那個名字 就是用那個字眼 有甚麼所謂的 那他的味道是怎樣的 你對他做了甚麼 你現在還有甚麼人勢 所以反而那些很厲害的 就是叫所有都是同人 就是每一個女人 阿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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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拿薯片 所有女朋友都叫阿B 你呢 聽到有人叫阿B 那些你也要小心 因為阿B這個名字是用來通用的 所以我聽到很多都是叫阿B 那 這個就是世界 這個就是現實的全部 那些人 每個人都叫老公老婆 喂 我們站在同一陣線 你不會交換 錯錯錯 就是我這樣說 是的 所以沒辦法 這個暫時先貼到第一位 一定暫時要貼到第一位 是的 那我反過來問 是 如果無緣無故在床上 大家在這裏寫一寫一寫 突然間你叫錯了對方的名字 你會怎樣處理 我把他寫一口 即是我們知道叫錯了沒有事 喂 從來都是這樣 相傳標準的 大哥 想怎樣 會馬上哄的 是 但可能男生說錯了名字 就哄不回我們 是啊 你覺得會不會 如果你叫錯名字 你先想想 你接受不到人家叫錯名字 如果他日 你真的不小心叫錯一個名字 那你怎麼辦 我都會很內疚 你會很內疚嗎 不會啊 你會不會跪在這裏 你會怎樣 那我不會 但我會 我想我會哭 陳家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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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很生氣自己也會哭 但對方還沒哭 你情何以堪 你會 先發制人 你很厲害 不是啊 那他哭不哭是他的問題 但我自己生氣 我自己 神經病 你很高招 你先發制人 那我不是故意的 首先 我沒試過 但真的很好笑 陳家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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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跟陳家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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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不會叫他的名字 因為你真的怕你會叫了自己 我們有自己兩個的名字 不可以說的嗎 我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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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些 跌字那些 不知道什麼 星星 所以不會錯的 星星 他喜歡星星 通常叫全名就是罵 你呢 抓東西 全名 我真的很興趣 你會叫你另一半什麼名 你會改一個什麼名字 你會叫他呢 很累 你一定不會錯 你不會覺得是新的 你會想不到的 出到機場的時候 發現男朋友的護照 哇 這個很生氣 這個很生氣 那這個第一位還是第二位呢 暫時來說 第二 好 所以我會避免這件事發生 你會怎樣 你會幫我檢查他 當然 其實為什麼會護照過期 其實遲到都會生氣 如果大家不是一起出發的 如果約了高時間 弄到避免了班 其實都會爆炸的 都會生氣的 不生氣嗎 通常是我遲到 所以 但如果去到機場才發現 男朋友的護照是國旗 自己真的要負責任 因為你有責任 大家要去檢查 對 我曾經試過避免兩次飛機 搭到三次飛機 我才能上到目的地 就是因為對方遲到 對 但我難怪 那時候我為什麼出奇地沒有生氣 我是內心生氣得瘋了 但我又知道我生氣是無補於事 那就不要緊 我們買另一張飛機 其實我是 我也不會 但你的心會很生氣 是不是生氣 你會叫自己冷靜去處一件事 但你內心都會生氣 我以前不會 現在不會 應該你有錢買一張 不是 不是 是你自己 你自己受 你遲到 那你就要浪費錢 我生氣你做什麼 你要自己拿錢出來 但會不會少了去玩那個時間 對我來說 我只是想花時間 你 你的時間就是等他遲到 但我們還是黏著 OK 可以 你剛才不是說 你最近看了很多男女關係的書 我覺得你有自衛了很多 成熟了很多 對 你處理男女關係的處理得很好 不是 因為我之前拍過節目 對 整個不同了 就是因為我愛情 我覺得這件事 謝謝 因為我見證了很多很慘的結婚 我覺得沒有什麼重要 比你有那個人在你身邊 其實沒有什麼都解平不了 對 很少的事 好像以前有一段影片 就是有個女人 失去班飛機 然後被女兒子 她被女兒子 對 很經典 她被女兒子做什麼 就是 你讓我入場 對 你沒看過嗎 我沒看過 我這段影片很瘋 對 有些女人可以按揭司底 你們發瘋 這個是第二位 對 對 你說得對 自己是有責任的 第二位先 自己也有責任 也會瘋 也會生氣 也會生氣 如果真的在這個 難道你 喂 大家在機場裡 比你還要我 我會先砍嗎 是啊 沒有意思 好 好 接著有些說話 就是 聽到你會不會瘋 這個挺有趣 又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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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態度 這件事 好像在發火 我對態度 是很斟酌的 很著重 因為我覺得大家 我不是說大家 一定要很公敬 但我覺得 有時 對大家的態度 要好注意 因為你是很影響到對方的情緒 又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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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我是男朋友 你是女朋友 可能你慢慢 又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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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行 又怎樣 三個字是不可以連在一起的 又 會令你覺得 躁了一下 會令你覺得你自己很煩 他真的覺得你很煩 所以他才會說又怎樣 又怎樣 覺得你好煩 不行 所以幫忙 第三回 我覺得反而是 做什麼事 會不會好一點 舒服一點 或者他做什麼都好 又怎樣 這句也應該是另一半說的 是 你究竟生氣什麼 你究竟生氣什麼 這句我覺得 看態度 因為我覺得還好 如果他真的很想知道 因為我曾經也知道 另一半是真的不解 我然後說 其實究竟你生氣什麼 那我沒問題 所以這句也是看態度 他真的想知道我生氣什麼 而且他是那些 你究竟生氣什麼 就是 你有沒有個又 或者 都不是一個態度 總之 他背後的意思是 覺得我煩的 也是不可以 所以 男士們 覺得他多煩 你都不可以這樣說出來 是 真的 我覺得一個很 sincere 想明白到問題 在哪裡 去解決問題 我覺得是可以的 很明顯應該不是 因為他有Question Mark 然後去解決問題 你閱讀他現在很好 對 你究竟生氣什麼 那種感覺是這樣的 轉轉的 那這個是開球 開球 開球 吵架的開引號 那你認識 那這個在哪裡 差點差點差點 離M床底大曬嗎 離M床底大曬嗎 不 這句 那我就告訴他 是大曬嗎 真的 如果你作為一個男人 你不能夠理解 我們M的 其實你真的不配合一個男人 沒錯 你沒有體諒女性的良心 對 立刻去投胎做女人 去經歷一下 所以真的生氣 對 什麼語氣都生氣 會不會高點位置 這個 這個會不會生氣 出到機場發現男人 有護照 會的 好 會的 會的 其實你們會聽到 什麼是最生氣的 什麼說話 我想 如果不是男女朋友 在生活日常 遇到 我自己覺得 我昨天而已 因為我昨天 就一個人去餐廳吃碗麵 剛好有個嬸嬸 她可能問有沒有位 因為四個人的位置 我還有位置靜 然後就問我 阿姐 不好意思啊 我可不可以坐在那裡 其實你問我內心那一刻 我昨天不是心情愉快 但她一下說完阿姐 我就心想 我平時班公園被人叫娟姐 我都覺得算了 這個是我的偽名 但是在日常生活 都少女 都青春少艾 三十幾歲而已 但被那個阿姐的人叫阿姐 我內心是不時美而的 那一刻是內心 你才是阿姐嗎 這樣 但你沒有說出來的 我沒有說出來 一個陌生的人 你跟他爭吵什麼 為何叫我阿姐 你才是阿姐 這樣 好笑 好笑 我也是 我嘉嘉的都是幕前人 但應該被人拍的 這樣 可能是崩下人家 崩下人家 所以我不可以叫阿姐 因為我已經經常被人說 我很老了 如果你再叫我阿姐 我的內心是生氣極致 那我想問一下 你叫你阿姐 是 你生氣一點還是 阿姐生氣一點呢 這個音調 阿姐在旁邊的台 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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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都被人叫娟姐 看得多 你知道嗎 那些白白神魂都叫我娟姐 已經覺得 阿娟姐 阿娟姐 我知道 可能因為我一出道 我以前 剛剛出道的時候 那些同事 開玩笑 玩我 他們已經叫我 Lin姐 很熟悉 我已經叫我到大 所以我很熟悉 好熟悉 Lin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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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聽 Lin姐 我也可以叫Lin姐 我都是成年 對 我們兩個都是Lin姐 Lin姐 Lin姐 我是Linja Linja Linja What 我已經習慣了 阿嬸呢? 連嬸呢? 阿嬸? 阿嬸真的沒試過 真的沒試過有人喊我阿嬸 我會覺得很好笑 你看著我但你可以喊我阿嬸 其實我會覺得很好笑 那天的打扮為什麼可以喊我阿嬸呢? 喝茶吧 連嬸,拿燒麥克來 好像阿菇 連菇? 對,菇也會生氣吧 阿菇說阿嬸不生氣嗎? 阿嬸呢? 阿嬸怎麼會接受到菇和嬸呢? 看看是聽什麼字 蝦菇,我覺得挺好聽 蝦菇,小聽吧 蝦嬸,蝦嬸也挺親切 所以是可以的 蝦姐,蝦姐 對,但是連字是不知為何是比較壞 連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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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嬸 你不要再說這些 因為我的名字是叫娟姐 每天都被人叫阿嬸 娟嬸? 不是,有些人叫我娟姐 娟姐 我正在說 音調也是有關係的 娟姐 娟姐就是娟姐 也算了吧 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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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我的哈字很難叫姐 哈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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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用我哈嬸 但是哈嬸 哈嬸 哈嬸適合你 哈嬸也挺有趣 對 那由現在開始叫哈嬸 不是 哈嬸 又不喜歡了 不是,我想叫Linja 你們叫Linja 我叫Linja 但Linja 你不要認真聽她說這些 你真的認真跟她分享 很清晨的 喝吧 謝謝娟姐 娟姐 娟姐 她又快要磅了 對不起 3個人最二磅是娟姐 娟姐 娟姐 娟娟 每天喝吧 謝謝娟姐今天上來和我們聊天 還沒磅 怎樣 你想生氣我 還想我上來做嘉賓 好啊 多謝娟姐今天上來和我們聊天 對 我覺得男士們 比較愛惜我們女士們 因為其實我們 不是說我們真的想磅 又或者我們有很多時候 可能身體上 或者情感上 都有很多的壓力和負擔 我覺得 如果你想成為一個 有用的男人 有用的男人 我覺得 愛惜你身邊的另一半的女士 我覺得是很值得去愛惜她們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集 我們可以給予很多男女女 都學到很多東西 可以有很多的資訊 沒錯 所以如果大家 想繼續有這麼多 這麼精彩的節目和資訊 記得要去Chill Good的Facebook IoG 和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 和按個小鈴鐺 那你就可以看到 這麼精彩的節目 有時間加入我們Chill Good的Member 我們就可以有多 很私密的片段 和大家分享 謝謝你 謝謝 大家在生活上也不要亂幫忙 對 控制自己的情緒 對 加大歡喜 乾杯 拜拜